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,一辆小车逆行,大货车直接顶了上去,小车车主下车和大货车进行疯狂的理论,眼看后面的车辆读的是越来越多,然而谁都感觉自己没有错,互不相让,宝马哥就下车调解,然而早一上头的两个车主根本就听不进去,这就出现了开头宝马哥慢慢的画面,此时又有别的车主加入进来, 对逆行的小车展开一顿教训,本然就是一点小事也没有发生刮蹭,小车右边又那么宽,你稍微动一下不就过去了吗,这小车司机还真是个死脑袋,你逆行还有理了,毕竟耽误的都是大家的时间,让你想不到的是,索性小车司机还在车里睡起了大觉,这直接激怒后车车,逃出手机,拍照报警,好家伙,真是什么人都有啊,你们认为交警来了又会怎么处理呢? 视频车正常行驶,速度并不快,前面突然窜出一个女人,我说妹妹,你这是要干嘛呀,碰瓷吗? 仔细一看,这应该是小情侣吵架了吧,但是吵架你也不能出来祸害咱们车主啊,卧槽,你看这年轻人,前方白车正在倒车,这距离这速度完全可以杀得住啊,当我听到是女司机,我们就不用质疑了,只能说白车算你倒霉了,这种路段,视频车已经很谨慎了,速度并不快,你看这电瓶车就是不长眼呢, 看都不看就随意穿行,你还一脸无辜的样子,你说这能怪谁?车主正常行驶,仔细看,前面货车上一个二师兄正在挣扎着,白白了您的,你先走吧,我自己走回去,我说哥们儿,你倒是停下车呀,送到嘴边的肉,你都不要吗? 关后备箱,开车门,准备走人,哎我去,这什么情况?开车门一定要注意后方来车,这次我给你们看过了,是个男司机啊